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庆斌很荣幸向大家推荐我的家乡林怡 在革命战争年代林怡被誉为山东的小岩 1945年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 1947年孟良谷战役在这里打起来 成为一少胜多 以弱胜强 标秉世界军事史册的经典战争 这里涌现出了一盟红伞 一盟母亲 一盟六姐妹等一大批仙魔人物 孕育了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的伟大一盟惊喜 今天 林怡已经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城市 和重要的党性教育基地 走进林怡 你会感受到红色基因的现代传承 林怡是东义文化的核心区 已有三千多年的建成史 诞生了智圣诸葛亮 书圣王羲之 大书法侠颜林青等一大批历史名人 来到王羲之故居 欣赏书圣的首季 可以重回东京 与书圣对话 喜宴池边驻足 仿佛仍能闻到墨香 1972年4月 孙子兵法 孙命兵法逐检 在银雀山汉部同时出土 震惊海内 解开了孙子 孙命 是否各有其人 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千年遗虑 走进林怡 您可以进行一场沿学之旅 林怡的宜萌山是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围级旅游景区 素有天然养邦和养生长寿山的美誉 带古地貌独特而罕见 是中国第五大地质地方 这里的最美家乡河 银河 孕育了林怡一方水土 造就了以水托兰的器官 宛如先进的汤泉 流淌了数千年 汤图温泉是我国四大天然甲级温泉之一 这里还有如梦似幻的地下大峡谷 走进林怡 您看到的是山清水秀 鬼斧神龟 林怡风景如画 四季分明 又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的竹泉村 长阳在桃花园般的古村落 您可以看到山 泉 竹村 湘影城区 感受到村民绕泉而居的依然自得 漫步春树沟 您可以卷一张刚落好的尖泥 在流水产泉中 品味一蒙山天的质朴与醇厚 走进林怡 您享受的是田园秀美 岁月静好 林怡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主城区 林水而建 六河贯通 八水绕城 一城绿色 半城河 穿城而过的宾河景区 虽有人坐 宛入天城 走进林怡 您在城市就可以近距离感受 飞鸟成群 水草一一的吃地图 林怡是市场名城 物流之都 这里商股民集 商贸物流发达 林怡商城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 物流覆盖最广的市场集群 展开地图 林怡就像一只展翅于飞的凤凰 今日的林怡正在凤凰灭盘 勇力改革开放朝土 以新作为创造新辉煌 在此 我代表1180万热情淳朴的林怡人民 城邀海内外的朋友们 相聚林怡 好客中国 好客山东 好客林怡 欢迎您 亲情遗蒙 红色林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